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对美国利率下调的最新观点 市场对美联储减息的期待正在升温 但陈茂波提醒大家 这样的期待不能掉以轻心 他强调 尽管投资者普遍预期利率会在今年底前下调 但减息的时机和幅度仍需谨慎评估 随着全球利率持续高企 加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陈茂波指出 减息虽可带来短期的市场反弹 但长期来看 投资者必须关注基本面的变化 并做好风险管理 同时 他也强调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必须密切关注全球利率变化对本地市场的影响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中 陈茂波呼吁各界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不确定性 究竟未来的利率走向会对市场带来什么影响 我们将为您详细解析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自去年底以来 市场对美联储减息的期待不断升温 彭扶每一声风吹草动都能引发投资者的遐想 然而 至今美联储并未采取实际行动 反而是联储局官员们的言论掉足了市场胃口 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在经济局势如此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这些预期究竟能否实现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最近的网织中表达了对于高企息率和紧张地缘政治局势的关注 他指出 这些因素让全球经济前景不满了不确定性 陈茂波进一步解释 尽管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会在今年底前下调利率 但实际的时间点和幅度仍是未知数 高企的利率不仅增加了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 还可能引发资金流向的剧烈波动对整个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星岛日报在报道中详细记载了陈茂波的观点 提醒读者在充满变数的环境中小心评估经济影响 尽管市场对美联储减息的期待甚高 但这一憧憬背后依然存在众多风险和未解之谜 明报指出 市场对减息的期望升温源于联储局官员们的言论 然而 官员们强调 减息的时机和幅度需要小心评估 因为任何稍有不慎的决策都可能对资产市场压力的舒缓 本地投资气氛造成深远影响 在过去的一年里 美联储采取了一系列加息措施 以应对通胀压力 这些措施使得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很多投资者和经济学家纷纷预测 美联储可能会在今年底前开始减息 以缓解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 然而 财政司官员们提醒 减息并非万能药 它不仅需要考虑对不同经济体和市场的多重影响 还必须谨慎评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东方日报指出 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必须时刻关注全球利率变化对本地市场的影响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充分考虑多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比方说 减息可能会导致资金流向新兴市场 推高这些市场的资产价格 但同时也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和汇率波动 使这些经济体面临新的挑战 此外 减息可能会刺激本地方地产市场 推高房价 增加居民的负担 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影响整个市场的稳定 另外 政府还需密切关注全球利率变化对本地市场的影响 香港的利率政策与美联储息息相关 任何利率调整都可能对香港的金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 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财经官员建议投资者保持警惕 做好风险管理 尽管减息可能带来短期的市场反弹 但长期来看 投资者仍需关注基本面的变化 避免盲目跟风 财经官员还呼吁各界加强合作 这一路走来 投资者必须在充满未知的道路上 步步为营 冷静审慎地面对市场的每一个风吹草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我要说的是 市场对美联储减息的期望是有其合理性的 毕竟过去一年 美联储多次加息以应对通胀压力 确实对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 现在通胀压力有所缓解 减息正是时候 哎呀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减息是万能药一样 减息确实能给市场带来一些短期的好处 比如刺激消费和投资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这会不会导致新一轮的资产泡沫 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 房价又要飞起来了 买房的人可要哭了 谢琪琪 你这么担心房地产泡沫 不如担心一下高企的利率 对企业融资的压力吧 高利率让很多中小企业难以承受 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大大增加 减息可以缓解这些企业的压力 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这难道不好吗 哟 楚天书 你这逻辑真是亮瞎了我的眼 你说的企业融资问题确实是个大事 但减息能解决一切吗 别忘了 资本是逐利的 减息后资金可能会流向新兴市场 引发新的汇率波动和资本外流 到时候不仅企业 连整个经济都可能陷入新的风险中 谢琪琪 你说的好像减息后资本潮水般涌向新兴市场一样 但事实上资本流动是多因素驱动的 即便减息 投资者还是会看重市场的基本面和政策稳定性 况且美联储减息也会吸引一部分国际资本流回美国市场 平衡全球资金流动 哎呀 楚天书真是佩服你的乐观精神啊 不过 现实总是残酷的 我们不能只看到减息的好处 而忽视其潜在的风险 就像陈茂波所说的 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 减息的时机和幅度必须慎重考虑 否则只会是饮鸩止渴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 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